请用闲 2019台南品味桌 正是台湾的 都要感谢新年会有的各位嘉宾 由于江湘市部 头一次来主办的台南国势 咖啡米食店 5月3号 在台南市中文威特 江湘市部社长邦国伟 都会叫副局长李建如 顶人建柴下开幕 但国伟社长讲话时 一开始就跟大家说 为什么他们要来主办这个话题 那这次呢 台南品味桌的活动呢 我们的特色叫做五展合一 什么叫五展合一呢 五展就所谓的好酒 好茶 好咖啡 好房子 跟好轻松 那这是我们第一次办 那我们希望未来 在每个每年的5月的第一周 我们都可以办一个台南品味桌 王市长虽然对了感谢以外 也来说对了好地好酒 好咖啡 好住 好轻松 台南民众就是好热情 这个刚刚听到 所以是台南有很多的喝茶的人口 饮用咖啡的人口 还有很多懂得品尝好酒的人口 我相信今天的许多的优质的消费品 优质的生活必备品 都能够让我们台南的市民耳目一心 眼睛一亮 今天这个咖啡美食店 台南市在现场 也有东山咖啡的业职 含着六甲白河将军 满党 六甲农会的農地産品 含着满丘类 用来整出每一处为台南行销的机会 台南一家的農産品的産贷有636亿 是我们六都之首 为了要协助我们台南市的農産品 可以行销全世界 台南市政府叫我们国家 不管是国外的推销 或国外的电纜 都会希望我们国陆会 我们的三小团队 可以得到参加这个电纜 可以让我们台南市的農産品 在我们全世界地点最好的名声 帮助我们都行销我们的農産品 六甲农会 赞 好不好吃啊 好吃 是不是才知道 好吃 虹市长今天就要一億 为国陆会的産品 大辣体验 展现台南農业的情节 台南品味周 赞 台南品味周 台南品味周 赞 台南品味周 最高峰 dei 相农会 台湾 台湾 台湾